甄莉 甄莉是結婚二十一年了 對 所以妳跟妳老公希德 我們交往四年 結婚二十一年 所以總共在一起是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所以妳中間只生氣吵架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一次 回娘家一次 生完Phoebe以後 她那時候還不滿一歲 就跑回家一次 屁啦 上次妳們洗衣機 也在吵架好不好 沒有 那個是小事 那個吵架是每天都有的事 只有那一次 其實真的也是雞毛 甚至是剛結婚沒多久 她就結婚 就住在一起沒多久 那時候等於是 我就全職在台中了 然後完全人都待在台中 那妳知道我每天很無聊 因為我們朋友都在台北 我個人一個人在台中 那妳也不陪希德出去應酬 不是 因為她要上班 旅行社 對 旅行社大佬 年輕大佬 那我年輕也五十幾歲 長帥 好看啊 妳幾歲 我比較小一歲 對啊 那妳也不陪她去應酬 不就很熱鬧嗎 我不喜歡 妳不喜歡喔 希德也不會揪她去 因為妳知道她的朋友 我去 因為之前當然一開始都有 可是因為妳知道她朋友 畢竟就是旅行社 跟我就比較 不是搭家的 我變得好像要去應酬 我會覺得好累 那所以她就自己去 那我們後面也都習慣 就是自己的局自己去 那除非是好朋友 有回來幹嘛要一起的時候 我們才會互相 就是同時再出現 那可是像那時候 我跟她吵架是因為剛結婚 也是為了小事吵架 可是那時候 她是吵完架可以回頭 就睡著了 我是回到那邊房間 就約想約氣 因為母娘坐 妳就要發出來 而且我還想說 都不要講清楚 妳就給我睡覺 真的就很氣妳知道嗎 然後約想約氣的時候 半夜大概三點多 她睡得超熟 我就超不爽的 我就把女兒一抱 就開車回台北 因為妳知道 女兒是她的最愛 比暖淚 對 女兒其實是她的女兒 抱了小孩 就跑回台北妳知道 那又到台北 大概早上六點 你知道我爸看到我回來 就說妳怎麼回來了 那因為我在生氣 因為沒講話就去房間 那我爸就知道 我大概吵架 她就跟我媽講說 妳女兒七早八早 開車跑回來 應該是吵架 妳要不要看一下 妳知道我媽有多壞 我媽開門不是安慰 我一開門說 老公自己找到 自己一個負責任 太吵架 還離家觸走 妳覺得妳這樣對嗎 而且妳這樣離家 如果她不來接妳 妳好意思再回去嗎 我聽了以後覺得 好像我媽講得也蠻對的 等一下她不會來接我 我要怎麼下樓 女兒在妳手上 對 然後我會跟我媽講 不用怕 她不接我台 也會接女兒嘛對不對 所以想要女兒也要通過我 所以也就到禮拜六 就是那天吵架 大概禮拜二 禮拜三吧 所以中間都沒有聯絡 可是到了禮拜五晚上 她禮拜六女房間 那時候有點害怕 可是想說沒關係不打 我們就試看看 那就為了面子撐的 果然禮拜五她下班 她就回台北 她當沒事發生 她就進門 進門就說 我就說妳怎麼來了 我還故意說妳怎麼來了 她就說 妳們兩個就很愛這一套 對 我說妳怎麼來了 她就說 怎麼了嗎 還在生氣嗎 我說那倒是沒有 我想說都給台階了 不要再說自己生氣了 後來這樣回去的時候 就禮拜天我們就要回去嗎 我就開始整理東西 她說東西也太多了 妳搬家了 我說都跑回家 不是搬家是怎樣 她就說那妳下次 要不要再搬多了 可以叫車子直接搬走 好賤 記得只要妳搬 不要再把我女兒帶走了 所以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會跟她吵架了 我不會那麼笨了 因為我們兩個人 在交往當下就已經講過 除非妳是真的想要離婚 因為妳在交往當下 一定會說 不合分手分手 然後那時候她就有跟我講過 她就說妳是真的要分嗎 OK 妳講了分手 我們就分手 如果你真的沒有想要分 請妳不要把這句話 然後我就聽進去 其實我有聽進去 所以我們再怎麼吵架 都不會講離婚 分手這些事情 那請教一下簡少年老師 怎麼守面相的人 吵架會最先低頭 好 我覺得在面相學裡面 有很多部分會去看說 一個人在爭執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今天我挑了三個 我覺得在現代人生活中 容易去判斷的 那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叫做眉骨堤 眉骨堤是什麼 就是眉人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越高的人越難低頭 一般來說他越受性 也越喜歡逞強 眉人骨是跟三根比 但其實還要跟一個地方比 跟額頭比 就是如果你額頭很斜 一般這種也是戰鬥型 額頭斜 對 叫他額頭不是往平的 而是往後斜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這樣在頭對撞的時候 才不會撞破 所以他是長斜的 他整個DNA設計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人就比較不容易認輸 他就會鬥爭到底 所以我這是斜的嗎 對 你是斜的 你是斜的 斜門啊我 就戰鬥力比較高 可以額頭對撞別人 鐵頭弓 他當然不會 他不會低頭的 對 所以你的這個眉骨地方來說 跟額頭和三個地方 越平整 一般來說什麼地方最多 大學教授比較多 就是他的眉骨比較低 那如果眉骨高一般是運動員 你去看眉骨都非常高 所以這裡來看就是 可以理解就是找大學教授 比較容易低頭 找運動員 運動員不會給你低頭 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第二個的話 在這個古相書跟現代裡面都有 這種叫什麼呢 就是這個眼神 像是小鹿被嚇到一樣 對 但是現代人的話 可能聽不太懂 我們幫大家翻譯一下 沒有 不是 那我學給你看 不是 不是這樣 你真的看起來 看起來很像晚上 晚上遇到總裁 對 不太像 鹿被嚇到 不太像遇到獵人 對嘛 是不是 像遇到總裁 對 好 那現在比較容易 大家理解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膽小狗英雄 裡面那隻狗叫膽小狗 就是這一種眼神 就像小狗被嚇到 也會有一個眼神 我妹啦 你是不是有三角眼嗎 我妹啦 真的很大 然後一種水汪汪的感覺 很像被嚇到 這樣的人呢 會一直道歉 大家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些人 他一直說對不起 就很像做什麼都很小心的人 是因為他慣性呢 就是一直道歉 所以他就會變成這種 很膽小的狀態 所以這是第二種 在古書裡面就是這個叫 目如入害 就是被嚇到的樣子 那現在來看就是膽小狗 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好 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是要用摸摸看的 是耳朵超軟 軟 這樣是軟是不是 你們可以摸一下旁邊的人 你可以對比一下 彼此耳朵的硬度 你會發現有的人是比較軟 有的人是比較硬 沒有 只有硬的 你是硬的 好 那耳朵 不是軟的吧 你這樣是軟的吧 硬的 你有眉骨啦 不是軟的 你覺得這個嗎 又來了 你算有點軟 但我也可能更軟 你沒有 我也好軟喔 對 你們兩個要不要回去敘舊 對啊 沒有 不是 他真的好軟喔 對 這個在電視界的觀眾 我是要講 這樣對你講好嗎 你好軟耶 沒有 我們老師都是修到OK 去摸摸你旁邊的家人的耳朵 你會發現有的人耳朵 真的是比較軟 耳朵跟什麼有關呢 耳朵越軟呢 這一個人 越容易 所以 耳朵越軟的人 都越容易被朋友騙 然後很多時候 你可能一直在吵架 他講兩句之後 他就說 好像我真的有錯耶 好吧 那我道歉 對 所以耳朵越軟的人 那耳朵越硬的人呢 耳朵越硬的人 越不會道歉 越固執 而且耳朵硬的人 一般命比較好 耳朵軟的就要很注意 因為跟別人合作 就很容易怎麼樣 被朋友拐走 所以耳朵軟 真的就像耳根子軟一樣 別人哀兩聲 他可能就算了 所以吵架上呢 也是會屬於比較容易 低頭的類型 耳朵不軟 心軟 耳朵不軟比較有原則 耳朵軟就比較沒有原則 但我心軟啊 心軟嗎 對啊 我要出來看看 來吧 給篤林哥看 篤林哥看了 就覺得妖怪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一個來賓 一直從座位上站起來過 對 篤林哥習慣了啦 原諒他 我覺得今天有一種 在看舞台劇的感覺 沒有 因為他直播做慣了 有沒有 直播都在線邊 一直走來走去 謝謝